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既起的生命 每一個人都非常愛惜自己的生命 我想今天的這個殊勝的音樂裡面 尤其我們每一個人在生命的過程當中 喜怒哀樂都曾經經歷過 今天我們能夠來 禮請我們上境下空老和尚 來為我們來做一些開示解惑 我們眾生都希望快樂 我們眾生都希望能夠過得幸福美滿 但是怎麼樣能夠得到幸福美滿的人生呢 師父 阿彌陀佛 感謝您再次的為我們眾生來做開示 所以孝道除了對我們在世的父母 如果父母已經不在世了 我們要靜孝的話 要靜孝道 依我們今天在談的淨土法門 應該是最殊勝的 所以如果我們對我們的祖先或父母 我們應該要幫助他們去念佛 那這個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們可能是分階段 如果他是在臨終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幫助他 如果他進入到中英 甚至已經過往很久了 臨終的時候最重要 關鍵的時候 我們有個同學 有個同學是在中國大陸 是在中國大陸 他的父親 他一生做好事 幫助人 有大善人 他父親也算不錯 但是沒有念佛 沒有學佛 勸他念佛都不相信 到最後的一個小時 斷期之前一個小時 他最後的機會 勸他爸爸 你相信不相信有極樂世界 他爸爸點頭 我以為他高興的不得了 他接受不了 然後再告訴他 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 你相信不相信 他爸爸點頭 他說好 我念佛你跟著我 我們一起念阿彌陀佛 求生見 他就一生一生帶著他 一個小時 震雕屑 完全跟佛經說的一樣 震雕屑 那一天送他的有一千多人 是 有很多人看到蓮花 看到佛光 對 看到他身天往西方走 是 這就是兒女 極大功 累大德 幫助父母 父母在靈中 那一念 明白了 真正承認 不懷疑了 真正發育了 求望尊 那一念就成功了 那一念就成功了 是 這經常有的 是 有這個說法 如果祖先以前沒有學佛 或者沒有這個信仰 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信仰 那我們對於這些祖先 我們聖宗追元裡面 因為中國人很多習俗 比如說燒紙錢 沒錯 做這些 他認為那是叫孝道 但是事實上 可能他們根本沒有用處 對 所以我們應該一個正確的做法 應該要怎麼樣去 對我們的祖先慎中追元 靜孝 應光當時教我 職錢可以燒 但是要想的 只有在軌道才就有用處 他要到別的道就沒有用處 這就是燒比不燒好 萬一他在軌道 他真管用啊 那也可能祖先已經去投胎了 對 那就沒有 他要到人道來 他現在又變成年輕人 是 那所以在佛門裡面 有非常多的機會在做法會 比如說水陸法會 或者各種的餘且宴口 我們一般靜孝道 是應該不管怎麼樣 就是要幫歷代的立主立宗 都應該要去做這些超見的法會 對我們的超見法會 一定是名牙兩例 自立立塔 所以我們選擇用中風禪師的三十七年 這幾十年我們都提倡著 是 現在也很風險 在全世界做的人很多 這個是自己跟我人通通的理由 對 他的殊勝地方是在 非常殊勝 他因為念佛為主 每一步 每一步 在三個階段 訓練是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一個小時 當中休息基本上 第二階段 在第三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都念一步無量手指 念一千生 兩千生佛 還有開示 開示提醒我們 所以等於說有獎金 有念佛 很多 和在一起 一次完整 所以這是一個 聖宗追遠 最殊勝的法門 我們看到現在 有非常多的癌症的患者 因為癌症到後來非常的痛苦 也就好像在地獄到受苦一樣 我們如果就其原因的話 人現在就是災難這麼多 然後身體的病痛也這麼多 是不是念佛就可以把這些業力 就可以做轉換 可以 過去 中國大陸 山西小院 有30多個癌症墨西 醫院宣佈 不能治好 讓他們回去 讀 他就晚了 大概就一個月到兩個月 結果他們回去 讀修佛 回去去念佛 求往生 念了三個月沒事 再去檢查 完全沒有了 三十多個癌症 道理是什麼 是他們放下了 放下了 一切法從心想身 量子力學家也是說的 是 他把病忘掉了 我一心一求往生 一心一求往生 不想病 所以病就好了 對 一切法從心想身 天天想身體不好 想這裡病那裡病 沒有病都想出來病 對 真有病的時候 你不相信自己沒有這些病 這個念頭就把你病全治好了 這個例子很多 對 很多 所以念頭太重要 人要有善念 不要有我 到靈命宗室 人要有佛念 不要有求生 六道輪迴的念 是 不念這個 我念西方極樂世界 輕的病就好了 重的 就更複雜了 對 這最好的方法 是 非常有效果 我們看到很多目前 有所謂的這叫做 已經是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所謂的要接近這個死亡 病死的病人 或者是有一些 可以被施餘安樂死的病人 師父對於像這種已經進入到病死的階段 所以現在有所謂的叫安寧病法 您覺得一般的人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也是要了解死亡的真相 對 所以一般的人在接近在死亡的這個階段的時候 他可能會幻覺聽覺 我們也看過有一些中英救度法 師父剛剛有特別提到說 臨終的這個部分 我們要幫助這個臨終 太重要了 對 我們應該怎麼做 這才能夠正確 而且能夠利益這個臨終之人 臨終時候 是給他開始對病人講的 就是求生見途 就是求生見途 要他相信 要他相信 不能懷疑 真的跟著我們一起念 決定的手用 決定成就 如果他還有壽命 他病就好了 他壽命到了 他壽命到了 他就走了 所以在臨終的時候 念佛病好了的例子也很多 那就是他還有壽命 那如果他沒有宗教信仰 沒有宗教信仰 也要告訴他 對他是決定有好處 我們大陸這個 他爸爸 然後臨終最後的一個小時 這就是沒有宗教信仰 是 但是這個小時的時候 告訴他他相信 他相信就行 對 所以我們的孝道 其實不只是說 我們只是給父母吃 我們奉養他 對 其實更重要的是 他的法身會命 我們不希望他再進入六道輪迴 對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 超見我們的父母 甚至在身的時候 就已經把握 他能夠到極樂世界 對 我想 因為我看了師父的書 在講效果 這一些的時候 就是要多看大乘間諜 一遍一遍地看 是 決定有好處 慢慢都體會 都懂了 都明白了 所有的疑問 都化解了 這個時候 專心念父 功德很大 我們現在的社會 因為醫療的資源很多 但是也非常的浪費 我看到一個數據 大概台灣一年 大概會有三百億 花了三百億的經費 在所謂的醫療資源上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有很多的醫療 是無意義的醫療 或者是浪費了很多的醫藥 師父怎麼看待 因為人為什麼要醫藥 就是因為他科技進步 他覺得他怕死亡 如果站在佛家的立場 一個人如果年紀也差不多了 那他生病了 師父覺得是應該 就不要醫療 就順其自然 你就念佛好 還是要積極的給予他 像現在兒女都是孝順啊 他覺得說 老人我們能救他 就是都捨不得 就不願意讓他走 其實有時候 老人被折騰得很辛苦 在家戶病房裡面 被插管 被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也有人就說 那我們要呼籲正確的臨終 正確的安寧療戶 是什麼樣的觀念 這個問題要請示師父 就是如果正確的 怎麼樣真的對那個 要往生者最有意義 人確確實實有命運 看向算命 不是完全假的 有真功夫的人 那我是從小 很多看向人 遇到看向算命 學佛之後 我自己不搞這套 有信套 拿我的把子給人家看 是 但是通通都是一個檔案 受命直到45歲 我非常相信 那憑什麼相信 我家裡三代 我的祖父 45歲左右 我有一個伯父 我爸爸的哥哥 也是45歲左右 我父親也是45歲左右 所以我想家庭好家世界 是 傳 傳染好家世界 有一種這種組出來 宿命論 對 所以我33歲出家 我一出家的時候 那時候我修佛已經七年了 是 修了七年 能講十幾父親 不簡單 所以一出家我就開始講進教佛學院 我到45歲那裡 我還有兩個朋友 非常要好 我們三個人 我出家之後 他們兩個也出家了 跟我說 壽命都是過不了45歲 所以我們也不達成長命 也就算45歲了 要好好地把45歲 這一年辦好 事情辦好 45歲那一年 第一個 要出家了 發榮發肆 三月 他得病走了 師父是怎麼 五月 明年第二個 也走了 七月 我得重感冒 那時候我正在講進 講了一半 得感冒 我心裡想 時間到了 所以我也不找醫生 也不吃藥 為什麼 醫生只能一變 不能一命 我命到了 只好聽天由命 念佛求生監督 念了一個月 別哭 第二年 我遇到一個藏傳的喇嘛 感觸活 感觸活 我們也是 也很熟 就是 他大我十幾歲 修得很不錯 他就告訴我 我們在背後常常睡 有說什麼 說你人還不錯 可惜 沒有佛報 又等命 沒有佛報 又等命 我很相信 我說這個話 我知道 你當我面首 我不會怪你 我很清楚 可是你現在 這些年獎監 獎十二年 三十三歲剃頭 看誰獎監 講到四十五歲 講到十二年 他說你這十幾年 你獎監功德很大 你的命轉過來了 你的壽命很長 你的佛報很大 沒想到第二年才去走了 第二年才去走了 那一次見面 最後一次見面 告訴我這些話 所以 海鮮老火車 一百一十二歲 我不相信是他的壽命 他的壽命沒那麼長 頂多七老八十 也就是這樣 那後面這個差不多生了到二十年 後面的二十年 阿彌陀佛給他 給他使命 你看我這個延長 延長四十五歲 兩個四十五歲 你九十 後頭還不知道延長 後面還有第三個四十五 真的 師傅 其實您在講的就是 定業是可以轉的 可以轉 只要行善 對 只要行善 是 大眾需要你 佛法需要你 祝佛菩薩需要你 他就加持你 你壽命長 壽命長是多受幾年罪 但是是為了眾生 多吃幾年苦 那對自己沒什麼好處 對別人有好處 對 為了眾生 其實這是佛菩薩委託您的任務 對不說 那確實如此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絕對不是假的 我不曉得我的理解有沒有正確 因為我看阿彌陀經 它的經上的意思是 如果我們持念佛號 我們的壽命還沒有到的時候 對 事實上念持佛號是可以延寿的 可以消災延寿的 可以 對 所以持佛號是這麼的殊勝 如果我們持佛號不但消災延寿 將來我們還可以去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 對 所以這個 但是為什麼這麼殊勝的法門 好像都是說這是末法的時代 大家才要行的法門 末法時期唯有這個法門靠得住 其他的法門太難了 為什麼 要斷煩惱 要斷吸氣 你煩惱吸氣 那麼能斷得了 斷不了就來念佛 有能力斷了 好 很好 是 你都可以修 沒有能力 退回來 學這個法門 可靠 保證你往生 我看到師父說 念佛要念到自己已經有一些感應 或者是自己有一些心得 因為有自己的一個運調 對 但是我們怎麼樣去把握這個方法 因為我們現在聽到很多念佛的那個音調不一樣 也許大家也不一樣 沒有關係 心是一樣 要真誠心 要恭敬心 你看 就孝敬 是 沒有這個基礎 沒有這個基礎 很難 如果是孝子賢孫 很容易 是 佛菩薩歡喜 是 加持的力量特別明顯 是 那我們自己怎麼樣來應證 自己在修行的這個路上 是不是走得正確 不必 不必懷疑 自然去相信 一天信心 一天比一天正常 一天比一天堅定 不會懷疑 那這個佛菩薩會幫忙 會照我們 是 所以師父教導我們 其實這麼殊勝的法門 我想 我們如果每一個人 能夠順終追緣裡面 不是說只是做一個祭拜 對 更重要的是 希望我們的父母 大家都能夠去極樂世界 沒錯 沒錯 人人都可以去 為什麼不去 是 到極樂世界 八萬四千法門 通通圓滿 為什麼不去 這個地方 一樣一樣地去 要多長的時間 到極樂世界 你就能分身 分無量無邊身 到十方世界 諸佛如來叉土 去聽見我法 所以千見萬論 一次就圓滿了 是 你每一個身都起作用 阿彌陀佛分無量身 是借引大家往生 我們封無量身 是完成 一切法 都變成 都通達了 那是真正喜歡 研究經教的 要到極樂世界 我們看到坊間有一些書 它就是叫極樂世界見聞 有的時候它是說 它入定 或者是經過了 好像死亡 冰死的經驗裡面 去了極樂世界 對 西方也有一些書 就是他們去過天堂 其實他們描寫的 是還蠻像的 沒錯 師父認為這些書的可信度 有多少 可以相信 可以相信 如果真正是 著名的人寫的 這個人有學問 有德行 他不會欺騙 是 他所把他的見聞 提出來攻擊大家 做藏口 正常 初學佛的人的信心 是 我想師父您 跟我們這樣子的開示 讓我們更明瞭 也更有信心 對於極樂世界 這樣一個殊勝的法門 因為也講了很多的案例 但是 我們看現在的教育 因為我們現在的教育 其實 就不要說生命教育 現在的教育 道德教育也沒有 生命教育 那更是不要提了 死亡這件事情 大家都覺得避之而不及 其實 如果今天我跟師父 這樣請法以後 我們知道 其實死亡是一個 每個人必經的過程 其實要非常清楚 明瞭 我從哪裡來 我要往哪裡去 對 所以在我們現在的 正規教育課程裡面 師父是不是覺得 其實應該把死亡的 這一個課題 應該列為 教育的課程裡面的一章 對 宗教教育力的 這個問題是擺在地上 目的就是要解決生死 釋迦牟尼佛為我們實現 他十九歲出教 十九歲到三十歲 這十二年當中 他參學 印度 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學派 他都學過 學過最後發現什麼 不能解決問題 是 解決問題 就是生死輪迴的問題 不能解決 他們有能力到天道 不能出力流道 所以就放棄了 對 放棄了之後 在菩提書下入定 大知道 這完全通達明了 這就開始辦學 教化中心 他辦學 辦小學 辦中學 辦大學 辦研究所 你仔細去觀察 小學叫小鎮 現在南洋傳的小鎮 十二年 十二年之後想提升 就是中學 江方的八年 這都是雜根 二十年做雜根講 然後給你講真正的東西 他想講 就是智慧 不如 二十二年 最後把你講法話 把你菩薩提升到佛的地位 也就是 您按照他這個方法來修修 也會有成就 這完全是教育 是 阿羅漢是本科畢業 菩薩是提升 佛陀是 博士般畢業 釋迦牟尼佛開幕之後 可以說 沒有一天空空 天天教學 從來沒有講 沒有看到經典上寫著哪一天 釋迦牟尼佛放假 是 七十九歲過世的 中國人講虛歲八十歲 外國人講十週年 七十九歲 所以你看他的一生 他一生所做的事叫佛事 佛事就是教學 教學之事 現在把金燦佛事 稱那個叫佛事 那是根本沒有的 是 顛倒了 根本沒有 金燦這個是傳到中國來以後 不是 是不是才 中國發明 是 是 我曾經問過道安法師 一個老和尚 很慈悲 我就問他 金燦佛事 起源從哪裡來 為什麼會有這個 他就告訴我 應該是唐明華 然後 唐明華 遇到安禄山造反 對 幾乎亡古 靠郭茲義這些將軍 戰勝了安禄山 讓唐朝繼續穿下去 那麼唐明華 戰後 在每一個戰場 主要的戰場 都建一個寺廟 叫開元寺 他的年號叫開元 開元 開元就這麼來的 開元寺 大概意思就是 放紀念的 這些死亡的軍民 就是像忠烈詞一樣 是 那麼請這些出家人 這個送金 白菜 叫共搖超渡他們 這樣起來 非常謝謝師父的慈悲 我想這幾天來 我們一連串的專訪了師父 師父的慈悲開示 讓我們眾生真是豁然開朗 也了解說淨土法門是這麼的殊勝 感恩師父 好 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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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